涉嫌谋杀岳父母的嫌犯方勋利 14日在波蒙纳法院出庭 其律师提出延迟提审时间 法官同意推迟到9月12日 此前检方发现方勋利 在狱中与外界打过上百通电话 为了不错过任何证据 要求请特殊专家在此评估 14日特殊专家的报告指出 109通电话里有104通是与律师交流 只有5通打给其他人 检方要求翻译这5通电话的谈话内容 14日当天 汪兄利身穿蓝色球服 在律师和法庭翻译的陪同下出庭 心有无人到场 法官依旧判定不得保释 因此他将继续被关押在监狱里 当天原本应该进行提审 但其律师要求延期至9月12日 获得法官批准 由于汪兄利曾在狱中与人用中文讲电话 检方表示无法确定通话人是否是其律师 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证据提出动议 要求法官指派特殊专家对此进行评估 加州上诉法庭的律师受到指派 并已经将报告交给法庭 法官表示 根据特殊专家的报告显示 汪兄利在狱中关押期间 共语人通话109次 其中14次是与其会讲国语的律师沟通或咨询 只有5通是打给别人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要求翻译这些电话的内容 法官指出 如果109通电话全部翻译 需要花费54000元 另外根据法律规定 律师和辩护人沟通属于隐私 受法律保护 不仅检方无权了解谈话内容 特殊专家也不能听 而即使只翻译那5通电话 也需要1500至2500元 这笔钱需要检方出 而检方的钱则来自纳税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检方仍旧坚持要翻译这5通电话 9月12日 汪兄利如果在当天提审 有可能认罪或者再次不认罪 如果不认罪 将走陪审团重去 2016年4月13日 汪兄利在西科威纳的家中 涉嫌枪杀来自中国探亲的岳父母 此前检方证据显示 死者二人分别身中12枪 案件发生时 汪兄利的三名子女均在现场 以上内容由星岛日报记者李明为大家报道